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能点杯白水啊 你是蜻蜓吗 当然不是 不是蜻蜓就不能点水 那给我来杯雪碧吧 大灵 零号套餐 咖啡换成雪碧啊 我说了一上午话了 嗓子都冒烟了 好嘞 那些口口声声 后浪 挺火的 应该看着你们 这不是宋提侠吗 在这眼上了 你们只凭相同的爱好 就能结交千万个值得干杯的朋友 你们拥有了 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 你所热爱的 就是你的生活 那零号套餐 自由学习一门语言 学习一门手艺 欣赏一部电影 去遥远的地方流行 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们的助力 那么 奔勇吧 好了 我们在同一条奔勇的河流 太过了吧 加油 加油 精不精彩 激不激动 是不是感觉生活很美好 前途很光明啊 好好呀 好喜欢 看见没 就是给他们这样看的 你们不喜欢吗 多好啊 到处玩 唉 我还一点都没去过呢 妹子 等你活到哥这把年纪啊 再看这玩意儿 只有一个念头 滚 少给老子来这套 姨 别等他瞎说 他那就是羡慕嫉妒恨 没错 我就是羡慕嫉妒恨了 妹子 你看哥混的现在是人模人样的 两房一车有积蓄 也算是韭菜里的战斗机了吧 要过上后浪的生活 花光积蓄卖掉房子 能浪多久啊 一年 两年 估计两年之后啊 已经被人家泼妻讨债了 谁让你过这种生活了 人家说的是生活态度好不好 那什么生活态度啊 像咱这种输在了头胎的起跑线上的人 还能有什么生活态度啊 一根韭菜 也配有什么生活态度 给咱灌鸡汤 也得看咱手里有没有碗接啊 你就是一loser 愤青 姑娘你说对了 你看台词里写的 有些人在童年的时候就进入了不惑之年 多惨 连童年都没有了 就直接不惑了 能不是分清吗 老板 你说呢 这么说吧 咱理解领导们的良苦用心 这又是中美贸易战 又是武汉肺炎的 经济不景气 这年轻人一不小心 就成了负能量了 灌碗灵魂鸡汤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啊 这活儿 看的真是糙了点 难不成能捏住那贱人的小辫子 到时候看我不捏死他 诶 哪糙了 你就拿这台词来说吧 什么很多人在童年就进入了不惑之年 不惑于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外面三岁孩子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他会不知道 这就叫不惑了 对了 还整了一大书 说什么 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 听得我心里一哥的吗 我还以为六四平反了 咱历开国 给咱这些韭菜们选举权了 得 差一个字 选择权 哎 这个 咱也得科普一下 选择 那是人的天赋人权啊 人的本能 不是靠主子打赏的 再只有一说 你选择什么呀 在网上上个帖 一不小心成了山天罪了 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啊 还有那句 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 内心强大的人 从不吝啬赞美与鼓励 算是这里头夹带的重点私货了吧 得多猥琐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啊 拿这话堵人家嘴还内心强大的 大家知道什么是内心强大吗 内心强大是对别人的嘲讽与否定坦然接受的人 而不是扣帽子 你说我 你就是弱小 你夸我 你才内心强大 有道理 每天新闻联邦都在说美国不好 难道团导也弱小吗 妹子有点悟性啊 那你们这说的都是台词的问题 视频呢 视频有没有什么毛病啊 台词呢还只是操了点 说到视频啊 整个就是对韭菜们的一声冷笑啊 你以为你是后浪 错了 一米高的浪之下 是一江的水 你 只不过是那大江里托起浪花的一粒小水珠 而且这个绝大多数的水珠啊 根本就看不到 甚至也想象不到 它头顶上的前浪和后浪 长啥样 疾风快递 二哥不好意思啊 昨天有一单有点事儿 所以说到您这儿的时候已经关门了 没事儿 我已经打电话问你们客服 他们已经解释过了 大哥 你看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的时候 您能不能别打电话呀 您打一个电话就算一次客户投诉 扣我五十块钱 我这半天就白干了 您放心 我肯定给您尽快送过来 您看就别打电话了 好嘞我知道了 下回就等你送过来 那谢谢大哥 那我先走了 看见没 这样的水珠 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门 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家 为了省钱 几个人合租一小间潮湿忽然的地下室 他们见过后浪什么样 你在片子里见过他们吗 看不起你算什么 人家压根就没看见你 身为一颗韭菜 努力消费 买房生孩子 就算报效党国了 那后浪梦 算了吧 还买房呢 看看现在的房价 赞美的后浪梦也得醒喽 说明白点吧 这后浪就是咱党国的接班人 咱们这些韭菜 是接盘人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说 这些话在我这说说就完了 出了门 咱们还是点赞好时代就完了 叶小元 搞砸了吧 你就等着吧 爽 你这雪碧里也放风油精了 真不好意思 清朗柔用完了 好 大灵 零号套餐 咖啡换成雪碧 我喝了一上午 你还可爱 大灵 零号套餐 咖啡换成雪碧 我说了上午 说了一上午 咖啡换成雪碧 大灵 零号套餐 咖啡换成雪碧 我说了一上午 嗓子都冒烟了 好呗 这不看我 不看了 这身就在看了 没有 刚才没看我 大灵 零号套餐 咖啡换成雪碧 我们回来 说了一上午 嗓子都冒烟了 好嘞 正好 正好 您放心 我保证好好做 在 recovery 我去 他这个 我这妈呀 有纸吗 他这个袋是趁的 扑得全湿了 这这个袋是太大 雷神咖啡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话题也请告诉我们 也许下一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请记得我们咖啡馆的营业时间是每周二周四 期待您的光临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